花林县客家事务处的客家文化会馆 这个档期是推出了 预想莫乡丹华生辉长青书画连展 9号举行了开幕仪式 邀请到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也欢迎乡亲可以来到这里欣赏书画连展 花林县长青书画会 至今成立20多年了 创会员为杨坤峰、孟昭峰、仇清生等大师 宗旨为传承和书画 信您观念 长青目前有70多位会员 每年定期举办展览之外 更积极办理多场次的书法比赛 会好活动来加会其他一位朋友 看了以后 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这是年轻人画 太厉害了 那我刚刚有跟我们 王春香大姐 我们田大哥 这几个去看他们的作品 结果我发现 我今天发现 这个 书画 不知道学艺术 第一个 自己会忘记年龄 别人看到你也不知道你的年龄 这个太厉害 太崇拜了 所以非常高兴 请代表我们县长呢 请正位 他特别给你交代 这个地方 希望我们要活化起来 而且要让它变成一个热闹的地方 结果这次不错 我们一共展出了47件 我们的项目非常多 有油画 水财 树血 还有像那个 原材料画都有 还有公平画 还有 文武雕 然后 国华内的也有书法 水墨山水 花刀血液 非常丰富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可以介绍 亲朋友 甚至小朋友 书类学生 都可以来参观一下 而这是展出作品 共计25件 包括书法 花鸟花作 以及会员们作品等等 展出地点委 花莲县科教文化馆 地楼展览室 主办单位 邀请书法大师 现场辉豪 来展现个人的书法风格 同时也帮大家 写上自己喜欢的字 来带回家 第二期疫情情节 期间来管 也请大家佩戴口罩 量体温 同时也浅写 纸本 词天字表单 也请大家突多配合 记得终于介绍到